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气报告 我是梁丽丽 提醒大家 现在8号东北列峰或暴风信号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新界北区水浸特别报告 山泥倾射警告 和雷暴警告是验证生效的 所以大家要出门 就要记住注意路面安全 而在大繁域的卫星云图 我们可以见到 热带气旋小圈 现在集结在香港的西南边 大概110公里 我们预计它会横过广东西部沿岸 而在雷达图像 可以记得到 和小圈相关的强雷雨带 其实在今天持续影响着珠江口 或带来一些狂风大罩雨 而在雨量分布图 也可以记得到 受到小圈带来的雨量影响 其实今天很多地方的雨量 已经超过100毫米 有些地方 例如市区、将军澳 甚至大婴山的雨量 更加超过200毫米 所以今天的详细天气预测 会是这样的 就是吹强风至 裂风程度的 冬至冬至冬北风 与风势在稍后的时间 会逐渐减弱 海面会有非常大浪和涌浪 所以市民要记得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至于鲜色方面 就是多云 有狂风大罩雨 和雷暴 最高气温会上到27度左右 而至于我们预计 随着小圈的减弱和远离 本地的风力 就会逐渐减弱 所以香港天文台 就会在今天早上 早上11点40分 是会改发3号强风讯号 而至于未来的天气 我们就预计 随着小圈减弱和远离 而同时我们也会受到 一些干燥的东北过游风所影响 所以今个星期的中后期 我们的天息就会逐渐好转 所以展望方面 我们就预计 明天持续会有些骤雨 而去到今个星期的中后期 到时天息就会逐渐好转 今天天气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日 再见